疫情也在演艺圈狂烧 像是主持界大哥大徐暖玲 和去诊的朋友吃饭 就连她的太太也因此染疫 演员王尚伟PCR裁剪确诊 还自嘲她跟上了流行 另外针对有电视台 八点党剧组出现确诊潮 82岁以后陈淑芳 则是因为和电影拍摄 像剧组告假才躲过以前 人有时候紧张的时候 他处理事情的态度 他不一样 他慌了 但他没有想要往去救他 综艺大哥大徐暖玲 日前因为和确诊朋友吃饭 是会因喉咙沙哑 到医院做PCR裁剪 阳性确诊 徐暖玲本人分享病况 强调好的不得了 得了就放心了 因为免疫力会变得更强 目前症状有喉咙痛 流鼻水和干咳 老婆也确诊 但夫妻两会以平常心 面对染疫 而主持界不止徐暖玲 因确诊停录 受疫情冲击的 还有这个节目 欣梅姐的那个时候的照片 都跟时尚最尖端的那些 一模一样 继先前节目助理主持人 徐凯夕确诊之后 现在同节目录影的凯文老师 证实PCR阳性确诊 只是综艺大哥胡瓜先前 才因为主持节目来宾 确诊被匡列 现在他的儿子胡诗安 证实染疫 诗安 这下记录了 疫情在演艺圈中蔓延 不只影响节目和主持人 就令演员跟着中招 你比较大死亡的啦 好贵啊 演员王少伟就自嘲 做了PCR筛检 结果确诊 自己跟上这波流行 不过目前没有任何不适 会在家闭关 而82岁的陈淑芳 则因拍摄电影 向剧组告假 躲过这一波八点档确诊潮 只能说疫情攀高峰 艺人们只能做足防疫 避免染疫 记者中道